打开天窗 脑洞大开 老王的朋友小李有事想请教老王 就约了老王在咖啡厅见面 老王 谢谢你抽出时间来碰面 实在不好意思耽误你时间 哎 老朋友了 别客气 有什么事请说 是这样的 那天看到你头也不回地 退出了那个夜店俱乐部 我很羡慕你的勇气 之后也接受你的建议 去了几堂教会 我是真的很想了解这个上帝的道理 那很好啊 不过我们家几代都是烧香拜拜的 拜的还不止一尊神明呢 家人们认为只要有信仰 最后反正都是殊途同归 可是你们说只有信耶稣才能进天国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问题啊 我之前也纠结过 以为瞧瞧大路通罗吗 最近我才弄明白 我是真的错了 哦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呢你看 从我们这儿 没有任何一条公路 能通罗马 更没有任何一艘游轮 能够登陆月球 对不 对啊 我们不少华人 都误把形容词的成语 殊途同归 当成科学道理了呢 其实每个宗教信的都不一样 我简单地以国教 与基督教做个比较说明 希望你能够明白 好呀 我想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哦 好 首先 基督教相信这个世界 独有一位创造的主宰 时空物质的存在 是有起点 而且现今这个世界 最终会结束 而佛教却说 没有这样子一个创造的主宰 并且这个世界 是无始也无终 所以啊 这两种信仰 在起源和终结上 都绝对不同 摆明了两者没法 同时都是对的 哦 这样光从道理上来看 他们两个就互相抵触 不可能同时成立的呀 是啊 再说基督教是承认 人必须靠救主耶稣 所付出的代价 才能由最终得救 而佛教却相信 人可以靠自己的善行 积功德来自救 这说明这两者 得救的途径不同 最后再讲到 人死后的归宿 基督教讲天堂地狱 而佛教讲六道轮回 我相信我以后去的是天堂 如果是六道轮回 那就得去recycle了 你觉得你下辈子 会变成什么呢 下辈子 我这辈子最喜欢吃猪蹄膀了 如果按照英国报应 哎呀我的妈呀 我会不会变成一头猪啊 这是你说的 小李啊 所以你看 这两个信仰 从起点 入境到终点 统统都不一样 那又怎么可能会殊途同归呢 哦 这个有道理 这个问题我就懂了 谢谢你 小李啊 你真是聪明人 一听就明白了 哈哈 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